队伍进行了激烈的角逐 最后一只名为亲爱女孩的三人组合获得冠军 得到总价值约3000欧元的高跟鞋 英国科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昆虫大脑开展实验 结果显示 昆虫的大脑容量足以使它们拥有思维活动 它们不仅会数数 甚至可以识别人脸 比如蜜蜂的大脑容量约为1毫克 包含近100万个神经细胞 可以让蜜蜂思维和数数 还能区别出各种动物 判断图形是否对称的 昆虫的身材大小与脑容量成正比 但与脑思维的复杂性无关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小镇迈克莱恩 当地居民已经与一种名为 狐蜂的蝙蝠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了 这里的狐蜂超过5万只 难闻的气味以及丝丝的鸣叫声 令当地的学生头疼不已 近日学生们举行的集会 抗议小镇在处理狐蜂问题上无所作为 其实早在十年前 周焦玉厅就获准驱赶狐蜂 但无论是声波干扰法 还是烟熏火烧法都无济于事 学生代表说 到下个学年到来之前 狐蜂的数量还可能翻一番 北京台综合报道 今天我们进入了24节气中的小雪节气 那养生方面有什么讲究 来听听专家的提示 小雪节气 人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天气已经很冷了 在这样一个收与藏的季节 进补很重要 这也是为来年春天万物生发养精蓄锐 像温补是这个时期都普遍适用的一种食物的形式 比如说像热量比较高的像什么牛羊肉 像什么核桃 栗子 枣 这对于一般人的补都是有益的 由于人们体质不同 进补前最好向专家咨询一下 比如血须的人不妨多吃羊肝 木耳 而羊肿的人则正相反 要少吃牛羊肉 多吃蔬菜水果 尤其是要多吃些苦瓜 或许您注意到小雪节气的前后 天气经常会阴冷灰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心情很容易受其影响 患有抑郁症的人容易加重病情 所以在阳光少的日子里 更要转移注意力 比如养一盆花和朋友来到天 目的都是要保持一份好心情 同时做运动也是转移注意力的好方法 年轻人最好的运动还是出去跑步 因为希腊人不是说 你要想最美丽你就跑步 你要想最强壮你就跑步 而且冬天跑步 对于增加肺活量 心血管循环 呼吸系统 它都有很多好处 而且最大的好处是 就是在寒冷的冬天坚持跑步 它对人的意志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 对于老年来说 则不妨做些相对平和的运动 比如打打太极拳 在家的时候趁趁腿扭扭腰 有个词叫猫冬 对于老人来说 冬天其实很忌讳猫着 适当的运动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北京台报道 今天下午来自美国的魔术师 罗伯·莱斯娜为北京的小朋友们 奉上了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 纸板上画着的保龄球瞬间变成了真的 小朋友选出的纸牌底色 由黑色变成了红色 戴在观众手上的戒指 出现在了魔术师的钥匙链上 魔术师罗伯·莱斯娜